59、信報財經新聞,內地客樓失蹤小住宅走貨飆升 2015年7月22日地產A08政府近年不斷為樓市加辣 令不少內地客心灰意冷,選擇沽貨離場人數亦見趨升 而今年首季中小型住宅市場 內地個人賣家佔中數比例為5.2% 佔金額比例達5.8% 兩者同樣連升8季及創新高 預期未來比例會進一步攀升 專注內房市場今年第一季內地個人賣家佔中數比例為4.1% 按季跌0.8% 佔金額比例達4.6% 按季減少1.1% 同期內地個人賣家佔中數比例為5.2% 按季升0.1% 佔金額比例達5.8% 按季多0.2%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王梁聲表示 數據反映內地買家樓走大於樓入 近期香港中小型住宅樓價上升 與內地買家無關 因爲今年內地樓市轉好 內地資金專注內房市場 無瑕兼顧香港市場 或會令更多內地客戶港樓套現 調動資金回內地購房 中原地產統計 首季以資內地個人賣家較多的曲軟 包括將軍路日出康城 佔27宗 值1.77億元 大為名城有16宗 總值1.51億元 天水為籤 蠔圓有12宗 總值0.54億元 未見大舉沽貨王梁聲補充 即使受辣椒打壓 未見內地客大舉沽貨 大多時代辣椒限期完結後財賣樓 加上樓市向上 所以扣除一切費用後 估計多數 只是未蝕 甚至不用蝕錢離場 美聯物業高級營業經理陳少華表示 上水區的內地投資者 現時都是一間一間放盤 未見大手出貨 但近期則願提供3-52%空間 此外 美聯在理區域經理許智 其指出 日出康城更期內地客過手的單位 成交價都熟視的 地產內地客流失蹤小住宅走貨飆升 看來明天賣 搖滅